我們今天要上了這個模型叫知識向量機 那你們現在光聽它的名字 你們一定不知道什麼叫知識向量機啊 這邊每個中文字你們都看得懂啊 但是合起來就是是什麼你們也不知道 那這個非常正常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非常的特別 就是我們以往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把一個 就是我們想要對一個未知的樣本做一個預測的時候 那我們正常來講我們是不是就會寫出一個方程式 舉例來說像我們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Y它就等於AX加B嘛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這個 這個或者是說你要做決測數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邏輯 舉例來說它的某某參數大於多少我就 我就怎麼樣 小於多少我就怎麼樣 依此類推下去 好那我們其中有學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叫這個KNN 就是用鄰居來決定你是什麼的 這個方法很簡單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用 附近的 就是它是用這個就是 你的附近的點去決定你在哪裡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現在想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這個支持向量機啊 它的方法 它是結合這兩種方法的一個新的方法 它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從這個 我們會有點像線性回歸那樣子 給出一個預測方程式 可是在最後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它是利用點跟點的關係 去求得最終的答案 好我想大概就是線性支持向量機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大家首先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線性支持向量機 它原則上是一個設計來進行二元分類的工具 所以它不能夠做 連續變相的預測也不能夠做多分類的預測喔 好這是原版的啦 當然那個之後大家如果會用套件的話 會發現其實也可以用 其實套件也可以支援多分類跟連續變相 但是我們只會教我們在推導部分 只會教你二元分類的 因為多分類的推導 那它其實就是很多個二元 而已它其實沒有那麼難 這樣子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非常特別的一點是 這個 我們在這個 前面的那個在彈性網路以前的工具 是不是都是線性工具 都是線性都是線性方法嗎 那我們在這個多層感知機以後 我們是不是教大家 我們希望我們的AI 我們的Agonism 我們的Model Prediction function 它可以自動的做非線性特徵工程 對不對 支持向量機也是這個邏輯 可是支持向量機 我們要分兩節課介紹 我們一開始先介紹 它的線性版本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樣等之後大家才會知道 它非線性版本是長什麼樣子 那它的運算邏輯是 希望透過一個Kernel Trick 這又是一個新的Turn啊 你們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沒有關係 我們到下一節課才會講 什麼叫Kernel Trick 好 我們希望把樣本 從低微空間 投影至高微空間之後 那高微空間 自然就可以找到一個 線性切割的方式 它可以對應到低微空間的 非線性切割 那我們用這種方法 去 把它把這個問題給解出來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 不可能 還是不知道 這只是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支持向量機它的邏輯是什麼 好 首先我們先 畫一個圖 然後我們把紅點跟藍點放在上面 好 紅點跟藍點放在上面 好 現在就是二維空間上面 有紅點跟藍點 那我先問大家一下 你們覺得 我現在如果要畫一條線 我們就畫一條直線就好了 我們要怎麼樣把紅點跟藍點分開 哪一條直線最好 大家覺得哪一條直線最好 好 不然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三條直線 好不好 來看一下這三條 來這一條比較好 還這一條比較好 你們覺得 好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 這個沒有辦法加分 來 覺得上面這樣比較好的舉手 好不好 上面跟下面看一下 那覺得下面這樣比較好的舉手 好不好 大家不要那麼害羞 好不好 沒有人投上面 大家都投下面 好不好 來 為什麼我們覺得下面比較好 因為這邊寫嗎 是因為這邊寫的嗎 你們可不可以給一個邏輯 為什麼這樣比較好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要講出來 好 有人要講出來 我們請助教委把你記錄下來 好不好 總統先加個一分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為什麼下面這條線覺得比較好 沒有人 大家都不太缺分數 好 沒有關係啦 那這個 我們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 這兩條線雖然都可以切割 可是這條線看起來好像離這些點綴遠 我們我們的邏輯應該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 那 他的遠是遠在哪裡 其實這一條線離這個點也非常遠 對不對 但他注意 他care的點 他關注的點是什麼 他關注的是離 這條線最近的點 我希望他最遠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好複雜啊 對不對 我現在希望畫一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畫出來之後 我希望先計算所有點離這條線的距離 那我希望 鎖點離 鎖點離這條線的距離 最小的那個點 距最小的那個點 這個數字最大化 好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個非常 這個描述非常的特別啊 我們現在用虛線把它來做出來好不好 來看著喔 我們希望這條線畫出來以後 我可以畫出兩條平行線 這兩條平行線 左右必須等距 這是我規定的 左右必須等距 然後我希望 這三條線之間的距離 最大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這樣 這樣聽懂了 我把我剛那個 最小的最大那個 這個描述 我把它換成 直線 的虛線跟實線 這樣可以了解了齁 好 那如果可以了解的話 你發現 首先我們先 我們先解釋一個東西 雖然我們之後才會解釋 你注意到了什麼 這個點是不是沒有用到 這個 這個紅點是不是沒有用到 這樣可以接受 這條線其實 沒有這個紅點 你還是會畫這條線對吧 可以接受這件事嗎 好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先破題 這三個在虛線上的點 就叫支持向量 支持那條線的向量 這個這樣可以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為什麼叫向量 因為點 點座標我們可以把它 想成就是一個 一個 數值序列 對不對 數值序列 它就是個向量 所以我跟你們講 這三個點就是支持向量 為什麼我們叫支持向量 就是 我現在想要設計一個 就是 預測方程式 這個預測方程式 要協助我找到 可以構建 那個 方程式的點 這樣可以啊 啊那個點是什麼 距離最近的點 距離那條線最近的點 然後我用這些點 畫出這個 就是分割邊界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這個人叫支持向量 等一下 我們會再教大家求說 欸那我怎麼知道 我一開始怎麼知道說 哪些點是支持向量 這可能非常難啊 這個等一下 我們一點一點去找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再重新定一下問題 來看著喔 我希望找到一條線 能完美分割這些點 注意喔 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現在 你可能會覺得 我 欸他如果沒有 有沒有可能 他沒有辦法被線性 線性完美分割 有沒有可能 沒有 我們這種事情很常見 對不對 沒有辦法被完美分割 這種事情很常見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在教 支持向量機的時候 我們優 首先要先找 這個 可以完美分割的情形 不能完美分割的情形 我下一節課才會教 他就是這個 這個數學實在太複雜了 我要從簡單開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 用支持向量機 能夠解的問題 都是可以線性完美分割的喔 這條件是不是很少 好 第二個條件是 我想要找到那條線 是離支持向量最遠的那條線 我有一個約束條件 有一個取最大值的條件 我以前都是取最大值或取最小值 對不對 我要用最大概是估計法的時候 我就會取最大值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我在求損失函數 我要用梯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是不是在求最小值 好 可是注意喔 我們現在在做 支持向量機的運算的時候 我們 除了取極值以外 我們還多了一個條件 多了一個約束條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來試著 把我們的方程式給列出來 好 首先 我們先定義一下 中間這條出現 中間這條出現 它的方程式 我現在還不知道它的係數是多少 好不好 那它的方程式我先定義好不好 它是 W0加上W1X1 加W2X2等於0 好 注意一件事情 在 這邊會有好多組 W0 W1 W2 這個 很多組它都可以組成這條直線 好不好 無限多組 只要它符合某一個比例 它都可以是這條線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因為你現在想想看喔 這條線 你把它想成 這一個是X1 這個X2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方程式 它一定可以把X2移到左邊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W0 W1 W2 它只要符合某一個比例 這條方程式 這條線 會有無限多個方程式 它是 等價的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不過 這件事 這個 那我為什麼要無限多個去解呢 主要是因為 這條線旁邊要帶兩個式子 一個是 這兩條虛線 它要帶這兩條虛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希望中間這條線 是等於0的時候 我希望 左邊那條線是等於-1 右邊那條線是等於正1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這條線它有帶兩個式子喔 因為我現在 有把虛線畫出來了 所以我的這條方程式 要帶兩個式子 所以說 它的這個 W0 W1 W2 就會是唯一解了 因為我規定 這條是0 這條是正1 這條是-1 這是我規定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先 教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 我現在想要 我現在有這條方程式以後 假設我的 W0 W1 W2 分別是1-1 這我指定的啦 其實這條線就是它啦 其實這條線就是它 這樣可以了 這條線就是它 那如果我的W0 W1 W2 分別是這些數字的話 那距離每一個點 到這條線的 這條線的距離方程式 就是 他們這個W1 W2的平方和 的這個開根號 再乘以 把這個 把這個X1跟X2 帶進去 然後取絕對值 這個就是 距離方程式 啊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我們就不推倒了 好不好 這個式子很簡單啦 我不推倒 那但是我們教大家一下 怎麼用好不好 好就是 首先 如果你輸入一個 00 00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輸入00 我想要看它 它跟這條線的距離是多少 我輸入進去 它就會告訴我是0.7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 輸入第二點 22好了 22我來看一下 也是0.7 那第三個點呢 第三個點是 這個 20嘛 對不對 20我們來看一下 20也是0.7 那第四個點是什麼 30對不對 30就是這個點嘛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多少 好1.4 所以我這條線畫出來之後 這三個點跟我等距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三個點跟我等距 然後這個點我不需要用 所以 距離最接近的那三個點 就是 指使相量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三個點照道理 它應該要在 那個 虛線上面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先 我們現在先 知道距離啊 距離 欸距離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距離啊 這個距離要取絕對值 對不對 這個距離是不是要取絕對值 就是在這裡它要取絕對值 對不對 好取絕對值就不方便了 對不對 絕對值很麻煩 那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呃 因為我剛剛已經 強調我的命題了 它要完美分割 對不對 所以完美分割 我是不是可以把 呃 比如說藍點 藍點的Y 藍點它 那個Y就是它的顏色啦 好不好 紅 那個如果是 這個 紅點的話 Y都剛好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藍點的話 Y就剛好是1 你就在這裡 Y 如果紅點就是-1 然後藍點就是1 那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絕對值 改成乘與Y 因為那條線的右手邊 一定是負數 一定是-1 因為它-我要找出來那條線 它能夠完美分割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乘上Y之後 它一定是要四個正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找到的線 一定要滿足我剛剛講那個 約束條件 就是 它能夠完美分割 如果是紅點的話 它算出來一定是要負的 那如果是藍點 它算出來一定是要正的 那所以它們乘上相對應的Y 那它們一定就會變正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把我的Distance function 改一下 那就變成除了要輸入 它除了要輸入W0 W1 W2以外 還要輸入Y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就不求解了 我現在把這個方程式寫下來 這一個距離公式 這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點到 每一個點到 這個剛剛那條黑色出現的距離公式 好到這裡為止 這個到這裡為止 我想大家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今天 今天是這個樣子 我希望到這裡為止 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我現在講出來 就是你其實不需要知道這個式子 為什麼會 你只要知道它帶進去是成立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也不需要解那麼多數學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一條方程式 就是 所有 我用支持現象機 滿足我剛剛講的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 它要能完美分割 所以乘上Y 一定必然是個幀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東西 所有的點丟進來 它一定會算出一堆距離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 這個方程式可以幫助我們把 所有的距離 當我知道W 跟B的條件之下 當我知道W1 W2跟W0 W0就是B 好不好 當我有這三個數字 是我確定了以後 我就可以算出所有點的 離這條線的距離 這樣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好 我們的支持現象機 前提就是這一個東西 這是我們的距離公式 好這樣可以吧 好 你知道這是距離公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點的距離 第一個點的距離 長這個樣子 第二個點的距離 長這個樣子 第三個點的距離 就是帶不同的X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還記不記得我剛剛的約束條件 我希望 這些點裡面 距離最小的 那些點是我care的 那些點是支持向量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些點 距離最小的那個點 是不是就是這三個點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我先把他們距離最小的距離 把它求出來 這是距離最小的 就是距離最小的點 跟直線 所 形成的距離 這是 所有點算出來之後 minimum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我希望最大化 這一個最小 的這個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把剛剛的那個距離公式 推倒到這裡為止 這個推倒過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 有沒有人現在覺得非常困難 我再講一次我剛剛的約束條件 我希望 我希望 所有的點 離這一條線 最小距離 最大化 最小距離在這裡 最小距離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希望這個最小距離最大化 那如果 這個條件如果成立的話 剛剛這條線就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最小距離在這裡 可以接受吧 他的最小距離在這裡 那這一個距離 是不是比這個距離 來得更小 所以那條線就會被我捨去 我就會選擇這條線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了半天 那個數學表達出來 是有點嚇人 有一個最小值 再加上一個最大值 這樣可以理解 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現在的方程式長這個樣子 我現在x x跟y都是乙之數 對不對 x跟y都是乙之數 就是我的樣本 我希望找到一組W跟B 讓 這個式子 最大化 讓最小距離 最大化 可以接受 可以知道我的這個 支持相當機 他想要做什麼事了吧 對不對 好這裡 有沒有人想要提出問題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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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軍粉你聽得懂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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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求 我現在要求說 WB 分別 滿足 我要怎麼求WB 我現在才準備要開始求 我現在還不知道WB是什麼 但是 隨便給你一組W跟B 你就可以把這個式子的結果求出來 對不對 那你求出來 你發現第一組WB 他這個式出來是2 另外一組WB出來是3 那就是選3的那條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好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式子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我希望 上面的虛線是等於1 下面的虛線是等於-1 為什麼咧 因為 這個 同時乘上3倍答案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 我剛剛的距離公式 本來是1-1-1對不對 我同時乘上3倍 好 3 -3 3 好 算出來答案是一模一樣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這是我剛剛 我想大家很容易可以理解 對不對 這個 這條線無限多條式子是可以有 這個 是可以有 都是這條線 所以我現在要給他 再一個約束條件 就是我希望 這兩條虛線 這兩條虛線是1跟-1 這個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事情為什麼知道 我再問一下虛線的定義是什麼 要點在上面對不對 要有點在虛線上面喔 為什麼 因為虛線 我的命題是希望 實線跟虛線的距離最大化 對不對 那虛線要畫在哪裡 虛線的第一個條件要跟他平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平行這很簡單啊 就是W0 W1 W2都相等就會平行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我希望這個距離 我希望這個距離是最大化的 那虛線 必須在點的上面 必須在點的上面 必須在距離最小的點上面 這樣可以接受 好我現在要來求解啦 來 好因為 在點 因為距離最小的點 距離最小的點 他必定在虛線上 這樣可以接受 這是我指定的喔 這不是 這不是我就是 這不是剛好算出來 這是我指定的喔 你可以把-1感的2 -2也可以 好不好 你這個正1-1感正2-2 也可以 只是求解的過程會不太一樣 我現在強迫這條線是正1 這條線是負1 那這條線是正1 這條線是負1 那就暗示了一件事情 這個-1跟正1的這兩條線 他一定上面有點 而且就是最小的點 就是距離最小的那個點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這邊 又是正1或負1是不是很討厭 那可是 剛好這個紅點都是負的 對不對 紅點的Y都是負的 對不對 然後 紅點的Y都是負1 藍點的Y都是正1 對吧 這個我剛剛命了 所以我又可以把兩式合併 來 Y乘上 WT 就是WX再加上B 這樣子 他必然要等於1 剛好在虛線上的點 就是距離最小的點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要找到一些點 讓 Y乘上 WX加T B 他等於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現在有點複雜 有沒有人到現在為止就聽不懂啊 為什麼點 點評什麼要在虛線上啊 這個都是我指定的啊 好不好 我剛剛的命題都是我想要找 我只會不斷的重複我的命題啦 好不好 我的命題是我要找到一個 直線 這條直線 由他為中心拉出兩條虛線 我希望直線離虛線的距離最大化 那這個虛線 要有能力完美分割 是我的點 所以虛線的左邊一定是正的 虛線的右邊一定是負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可以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所以啊 我的約束條件 這是 如果我可以找到那些點 這個式子必然會滿足哦 他理論上應該是大於等於1 大於等於1 對於這個點來講他應該是 他一定是大於的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但對於這個點來講他是剛好等於1 不然你怎麼會在這個線上 因為這個線已經被我指定啊 這條線就是 帶進去就一定是正1嘛對不對 這條線你帶入數字進去一定就是負1嘛 這條線上的所有點帶進去都是1 這條線上的所有點帶進去都是負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對於某些點來講他一定是大於的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我希望 找到 這個 我的需求改成這個樣子 我的約束條件變成 Y乘上 這個東西 Y乘上這個東西 也就是 代入那個是 代入剛剛那個方程式 他最小的那個 至少一定就是剛好等於1 這個剛好等於1是我去指定的喔 我再強調一次 剛剛我不是強調這條是真1 這條是負1 這條是0嘛對不對 那所以 剛好等於1 這個是我指定的 你也可以剛好等於2 那你就等一下下面所有的東西都是2 這樣可以吧 那你說這條可不可以剛好等於0 不行因為0是這條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 這個約束條件被我改成這個樣子 就是 我現在把 點帶進去 把某些點帶進去之後 他的最小值 他要剛好等於要恰巧等於1 不可以是其他數字 不可以是其他數字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所以我們重新整理一下式子 來 我們希望 最大化 來看著喔 最大化這個式子的啦 可是 這個數字 他 如果 他 他必然是等於1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已經講了 這個最小距離的那個點 最小距離的那個點 他會在虛線上 他帶入這裡 他一定是等於1 所以我變成最大化這一個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最大化 w向量 平方合 開根號 分之1 最大化這個東西 那他有什麼約束條件呢 他的約束條件是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現在問一下 到這裡為止 你有沒有覺得 你可以接受現在 我們要解這個式子嗎 你看得出來這個式子 跟前面那個是完全一樣的嗎 好很想學 又看不出來的舉手 好不好 沒有人好意思舉手 沒有人好意思舉手嗎 你去看你自己標竿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現在可以接受 我們要解這個式子嗎 這個式子 跟前面這個式子 一模一樣 你看得出來嗎 就是 這個式子等於 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啊 好不能接受的 一定要 反覆再看喔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把式子換成這樣 我們等一下才可以解 才可以解 剛剛前面那個是沒有辦法解的 又要先最小再最大這個沒有辦法解 你說這樣怎麼可以就解了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看著 好那現在 我們這個式子 最討厭的地方是 這個東西要剛好等於1 這是最討厭的地方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有個最小值 那我們 可不可以把這個式子改一下 我們改成 這個式子改成這個樣子 這樣 有沒有滿足 有吧對不對 因為它最小值要 最小值要等於1 所以它所有點一定都大於等於1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我剛把這個式子 我把這個式子改成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的條件是不是比較寬鬆 這個式子條件比較寬鬆 因為很有可能我所有點都大於1 而沒有一個點是等於1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可能 我如果用這個式子去求解的話 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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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比這個條件來得更寬鬆一點 可以接受 這個條件比較嚴格 這個條件比較嚴格 看得出來吧 因為這個條件 嚴格是嚴格在 我要讓那個最小的點 剛好是等於1 但是這個條件 如果我用的是這個條件的話 它有可能 會所有的點都是2以上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所有點都2以上 它也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它不滿足這個條件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 那所以說 如果我想要把這個式子 來我想要把這個式子 換成這個式子的話 我是不是要證明這兩個式子是等價的 我怎麼證明呢 來看著喔 好 好 那我怎麼證明這兩個式子 我求出來的答案會一樣呢 關鍵就在前面這裡 maxima這個部分 maxima這個部分 來為什麼呢 來 如果 看著喔 如果真的最小數值不是1 如果我用這個式子求解 最小數值不是1 只要說它是1.2 最小數值是1.2 好了 欸 那這樣子的話 W跟B是不是都可以除以1.2 那它就會變1 因為它還是滿足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來看著喔 如果我求出來的這個值 如果我求出來的這個值 看這個 看這個 我求出來的值是1.2 最小的那個點是1.2 的話 如果 那 我把所有的 我把所有的W跟B 都除以1.2 那這樣它是不是就等於1了 那 所以 如果真的求出一組W跟B 最小的數字是1.2 我把它一起除以 1.2 那 是不是 原始的這個式子還是可以滿足 也可以滿足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 欸 可是除以1.2之後 會帶給我什麼好處 欸這個數字會變大 因為你下面的數字變小啊 對不對 你下面的數字是不是變小啊 我剛剛不是說W跟B 如果今天可以找到一組W跟B 讓所有的點都大於 大於等於1.2的話 那 是不是 我的WB 我可以換一組啊 我可以換一組 一起除以1.2的 那這一組還是會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這個會最大 會更大 所以說 當我給下這個條件 我希望找出一組 W向量平方 分之1的 平方合分之1的 最大化的這個 這個方程式的話 這個條件 跟這個條件是完全等價 真的假的 我現在這樣講 有人覺得非常困難嗎 我再講一次啊 這邊要想一下喔 如果今天 算出來的結果 是3好了 如果今天算出來的結果是3 那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一組W跟B 1.2 W等於 W除以3 那請問一下 W跟 W W 是 3分之 W喔 那W 算出來這個 是不是一定比較大 一定比較大 因為他除以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1除以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那這樣子的話 W跟W 你會選哪一組 當解 你會選W對不對 W 對不對 可是W'這個就等於1啦 所以在有 maxima W 平方合分之1的這個條件之下 這一個 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當約束條件 會求得一模一樣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講法嗎 好可以喔 那 所以我現在可以把 前面這個式子 再來再來 前面這個式子 前面這個式子 改成這個式子 又合法了 這樣可以吧 好可以嗎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人看不懂啊 有沒有人聽不懂 我剛剛前面那一部的推導 那那種他說的就是 有種抽 大於 所以會有一個點在等於 你說什麼意思 這個 這個點是等於1嗎 對 那是我強迫的啊 那個 我那個方程式 求出來是多少 我現在還不知道啊 我只是想告訴你是說 我 我現在 如果我真的求出一組 那個點不是在1的上面的 那個 那個 那他一定可以找出另外 另外一個更好的 因為他要最大化這個 這個東西 他一定可以找出另外一組 更好的W 讓 讓那個 讓那個 離 離那個 實線最接近的點 他剛好就在虛線上面 啊虛線就是等於1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我現在 求這個式子是沒有問題的吧 我如果今天要找出一組W 滿足剛剛前面那個條件 就是找到這條線 那他 我求這個 就可以得到答案 這樣可以吧 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離第一個式子已經有多遠 我們第一個式子是長成這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們第一個式子 我們現在式子已經長成這負責性了 好 我們再改一下 我們不喜歡求最大值 我們喜歡求最小值 那這個非常簡單 我把上下互換就好了 對不對 我把上下互換 那這個是W的平方核嘛 對不對 W的平方核是不是就是 向量的內積 兩 同樣同個向量的內積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 W自己的平方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想要最小化 W向量的內積 好前面有個二分之一這不重要 這個等一下推倒的時候方便 這個二分之一只是等一下推倒的時候方便 有沒有二分之一都可以 我想要最小化 W向量的內積 並且 滿足 在滿足這個條件之下 最小化 W向量的內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式子感 下面這個式子應該比較簡單 那這個式子就是我要求解 支持向量機我要求解的式子囉 這樣可以接受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式子 如果我們把他化成 就是我們把W1跟W2 不同數值的W1跟W2 他的W向量的內積 把他用顏色表達出來 藍色就是最小 來 在沒有這個條件之下 這個當然00是最小的 這是廢話 W1跟W2都等於0的時候 這是最小的 這沒有問題吧 好可是 可是我有一個約束條件啊 我把那個約束條件去掉 就是 所有 我必須保證這個條件是滿足的 那我就會蓋掉很大一部分 的 可用空間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只有這些點是滿足這個條件 好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最小值就在這裡 變成 W1等於-1 W2等於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是把 我是把我們要求解的目標 視覺化呈現出來 上面這個柿子 是這個樣子 是這張圖 下面這個柿子 加上這個條件 代表了有一些地方我不能用 那我變成只能在有限的 空間裡面找到最小的那個點 要怎麼找我都還沒講喔 好不好我只是先把它畫出來給大家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的這個柿子 我們現在應該對他非常有感情 我現在就是要求他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們現在來繼續 好那我要求他 我有沒有辦法用梯度下降法解 不行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半 我們不只一半 我們有非常多地方 他是根本沒有梯度 因為他不合法 不合法怎麼會有梯度咧 不合法就沒有斜率 對不對 那你如果按照 你如果那我把這個條件去掉 我在這裡 梯度下降法最後就會走到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這一題不能用梯度下降法解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求解呢 我要用一個方法叫二次規劃 好這個東西我跟你們講 這個東西就是 我在這邊是不會教他 對不對 我只要跟你們講說 有一個 有一個求解方法叫二次規劃 這個線性代數要用 好那我們 這個你把他想成就是 類似一個梯度下降法的東西 他不是梯度下降法 但我希望你們 把他想成 這個是梯度下降 就是這個是 這個就是一個求極值的工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是一個求極值的工具 那這個東西啊 他是二次規劃 這個東西是有Wikipedia的 你如果想看的話 你可以上來看一下 他的問題定義是什麼 好那我想跟你講的是 二次規劃的求解 他其實就在求 最小化 這樣一大串四值 這個每一個B啊D啊B啊 都是一個相對的矩陣 BT跟BE那顯然是同一個 只是轉字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這兩個式子 是不是超級像 你們 當然啊這個式子 下面這個式子 比上面這個式複雜很多 好不好 但是這兩個式子 是不是超級像 所以我現在可以用 二次規劃的求解工具 我等一下就直接用套件 就是 二次規劃的求解套件 我沒有直接叫你們用 SVM的求解套件 我現在教你們用的是 二次規劃求解套件 類似於我之前在求 先行回歸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教你們 直接用個函數 叫MLE 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再也不用了 對不對 但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直接教你們用 MLE這個函數 選擇 我現在要教你們用一個函數 叫Solve.QP QP就二次規劃 Solve.QP這個函數 來求解下面這個問題 那我想要把上面這個問題 變成下面這個問題 好你現在一定看出來 為什麼前面要二分之一了 因為這裡有二分之一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解這個式子啊 來 我們把這兩式子比一下 這兩式 上面就是我的 支持向上機的式子 對不對 下面這個是二次規劃式 對不對 我要怎麼把上面 我 我的B啊 D啊 跟DB啊 這些 還有這個什麼A啊 還有B0 到底要各等於多少 下面才會跟上面完全一樣 我們來看著 來 首先我們的B 這個顯然就是W 對不對 顯然就是W W什麼 來 小B W01 1 W2 這個B 就是我們剛剛的 W0 W1 W2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這裡不用W0 我要用B 這個 抱歉 這個B 跟這個B意思是不一樣的 好 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因為等一下後面 我們在求另外一個式子的時候 我們如果這邊寫W0 他會有點混淆 他跟 就是 下面這兩個跟上面這一個 在等一下的求解的時候 會用不同的方法解 所以我這邊給他一個別的符號 這樣可以吧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B就是W0 好 這個 B W1 W2 W2 他的 他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樣 W 如果這個東西就是W向量 這樣可以接受 那 他乘上個矩陣 這個矩陣只要是 長成這個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他第一個是要0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B 我不想要B 你知道嗎 我不想要B這個東西啊 所以 所以 我這個矩陣乘上他之後 是不是就剩下W1 W2 跟0 這樣可以接受 那他在乘上自己本身 是不是就剩下W1平方 加W2平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B我不想要喔 我只想要看 最小化的W 這樣可以接受 我不想要解具象 我只想要 所以說 如果讓我的D 長成這個樣子 那B 是我要求解的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 他的D D就全部都0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沒有要剪東西 所以 D 項量 只要全部都是0 那他乘上什麼都是0 所以說後面的項量 就不用管 這樣可以接受 那 現在我們來看右邊 A A項 A矩陣比較困難一點 A矩陣必須長成 Y 乘上 Y跟這個 因為我等一下 他是要乘上B B是長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Y B矩陣 B矩陣長成 A矩陣就是 Y1 乘上B Y1乘上B 加上Y1乘上X1 乘上W 加上Y1乘上X2 乘上W2 是不是就是完全等於這個式子 Y1乘B 是不是在這一項 Y1乘B 在這一項 Y1乘W1乘X1 這一項 Y1乘W2乘X2 這一項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的B 我的A矩陣必須長成這個樣子喔 這個樣子是不是裡面全部都乙之數 注意喔 這裡面是不是全部都乙之數 他不好算 可是 全部都乙之數 對不對 來再看 B0 因為全部都要大一點點B0 通通都是1 所以我這裡全部都先放1 我這裡全部都放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看著喔 看著我二次規劃 等一下我要用 Solve QP去求解的時候 看著我怎麼去得到 我首先我要求B嘛 對不對 我要求B向量 我要給他D矩陣 D向量 A矩陣 B0向量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看著 好我的D矩陣長成這樣子 來D矩陣看著 D矩陣首先 他全部都是一個small value 他不能等於0 他不能等於0 就是在二次規劃求解的時候 我必須給他一個很小的數字 我不可以讓他等於0 好 那 我的 最開始我的這個 呃 我的D矩陣 來看著我的D矩陣喔 好這裡是1 這裡是1 剩下地方都是一個small value 對吧 都是0 所以我現在的D矩陣 是不是長的 就跟我指定的這個一模一樣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我把我的A矩陣給算出來 A矩陣怎麼算呢 來看著 A矩陣第一個raw 是不是全部都是 y 他全部都是y嘛 對不對 他的第二個raw呢 全部都是x1乘上y 第三個raw呢 全部都是x2乘上y y x1乘y x2乘y 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的A矩陣 好 我的D向量全部都是0 我的B向量全部都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接著我要用 solveqp這個函數去求解 我得到的B向量 1-1 這是不是就是我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想跟你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 我要教大家是 還注意 我在今天的求解裡面 我跳過哪兩個部分 我當然那兩個部分 我為什麼會跳過 就是它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 第一個 距離公式被我跳過了對不對 可是你直接像 你直接帶進去 你應該可以得到 你應該就是你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 但是你帶進去答案是對的 第二個我沒有教你怎麼去求二次規劃對不對 可是我們先把它放到一邊 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放到一邊 你現在至少知道 我們 這一個方程式 這個式子 我 我解這個式子 我得到的答案就是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式子 它可以寫成二次規劃格式 如果我給定特定的D D矩陣 D向量 跟B0矩陣 D0 B0向量 那我求出來的答案就是對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 這個不能少 少掉任何一個環節喔 你的D 大D 小D 跟B0 還有A 都要是 跟我現在指定的一模一樣 下面這個式子 才等於上面這個式子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幸運的是 除了我要求的B以外 剩下這些東西都是你之數 所以我可以用二次規劃去求解 這樣可以接受 你答案求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答案 把它畫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 你就把 這個A0 A1 A2 你就可以把它求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 你就可以把這個式子求出來 你會說這個式子怎麼求啊 這個拜託 你現在是X1對X2嘛 對不對 拜託你自己 等量公里約約 等量公里約約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我就不想求了 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個我現在就把它畫出來 好 如果我可以把 這整套 我可以把這整套 我剛剛求解的那整套喔 我剛剛重點是我現在知道 我必須產生 D矩陣 小D向量 大A矩陣 大B向量 我就可以用 SoftQP去解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寫出一個自己的 函數 叫MySVM MySVM 你只要輸入X1 X2跟Y 我就可以幫助你 用SoftQP求出解 求出解了之後 我把X1跟X2畫出來 然後用 這個 用這個解 去把實線跟虛線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個買XVM 就是這個函數 買XVM這個函數有了以後 我們來試一下 不同的樣本 注意喔 我現在X1跟X2跟Y 我把它換成不同的樣本喔 這是同個樣本 然後換成不同的樣本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我這個買XVM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我不管換什麼樣本都可以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這個 XVM的這個求解過程 我們應該可以了解吧 我要你們了解的不是去講 我跳過那兩個部分 你們不用了解 我要你們了解的是 我現在要求的是這個式子 如果我求這個式子 我得到的W 就會是那條黑色實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們只要了解這件事就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這邊有一個範例資料 這個藍點跟紅點 剛好是可以完美分割的 所以說 X1 X2 跟Y 你都是可以求出來的 注意這個Y 注意這個Y 你一定要把它換成 正1跟負1喔 所以你看這邊會有點 這邊會有點 這個怪怪的 Y就是 負1跟正1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用-VM把它求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他真的找到了一堆 找到了一條 這個實線跟虛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他跟邏輯思惟規 求出來的線 他差別在哪裡 好我們來看一下邏輯思惟規 邏輯思惟規 邏輯思惟規我們要怎麼做 來 這個Y 他如果大於0 就是0跟1 這樣就是0跟1 對不對 然後我用-VM model 求出來之後 我是不是得到了一個coefficient 這個coefficient 就是 就是 X1跟X2分別是等於多少 那 這個Y Y是 這個Y是 正的還負的 對不對 正的就是1 然後負的就是0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 把畫出來 這條線 跟這條線 有沒有一樣 你覺得有一樣嗎 我跟你們講就是一樣 好不好 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 比較一下幾乎是一樣 但是 你可不可以用一下這個樣本來試試看 就是我剛剛分類的是 注意我剛剛分類的是 第一個點到第100個點 對不對 我改成第51個到第51個點到第150個點 然後我們來把畫出來看看 現在他長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現在他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跟剛剛前面那個樣子有什麼不一樣 可以完美分割跟不能完美分割對不對 好請你稍微試一下好不好 你用舊的樣本 我跟你們講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你們可以直接用買SVN這個函數 你們也沒有必要去學習 這個 應該說 你們只要前面的數學都有聽懂 聽不懂的話也不用在現場聽懂 好不好 你們只要前面的數學都有聽懂 這個買SVN這個函數 你可以直接用 他還沒有那麼難 他是可以直接用的 我們在學習SVN的目標 並不需要學習 我剛剛講的那兩個部分 距離公式跟二次規劃怎麼求解 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地方要學的啦 好不好 我們先 試著直接用買SVN這個函數 然後去比較買SVN這個函數 跟邏輯所以規的差異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 我們給大家十分鐘的時間練習一下 好就是如果你有稍微試一下 這個練習 我想要給你們看的 我們想要給你們 展示的就是 這個如果你是 無法完美分割的狀況之下 這個買SVN這個函數啊 他會出error 他沒辦法做對不對 喔為什麼不能做 因為他真的找不到啊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找不到一條線 然後要滿足什麼 那個什麼虛線上面 的點字-1 這個真的是找不到你知道嗎 所以說啊這個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得到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我們得到的知識相機 那是一個 這個不只是沒有 非線性分割的能力啊 那還是個殘廢啊 對不對 能夠完美分割 那還需要他幹什麼對不對 而且 邏輯思惟龜能夠做到 完全一樣的事情嗎 那這樣我們會不會覺得 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白浪費了一個小時 那我從剛剛開始到現在 你浪費了一個小時嗎 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學一個 呃就是殘次品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 呃這個很抱歉 我們還是要繼續學一下 對不對 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知識相機總共會交四個小時 呃要交到第三個小時結束的時候 你才發現 喔 他終於跟邏輯思惟龜一樣 這樣 啊到第四個小時 你才會發現 喔他變好 他又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真的是很遺憾啊 好那我們來 現在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要交的這個東西 叫隊友問題 什麼叫隊友問題 你已經沒有聽過什麼叫隊友問題 就是我現在發現啊 剛剛那個市的擴展性不好 擴展性不好喔 呃 就是 擴展性 就是剛剛這個市子啊 擴展性不好 這個擴展性不好 你現在看不出來 他擴展性不好在哪裡 你們要等到第四個小時的時候 你們才會發現 這個市擴展性不好在哪裡 好那我們現在 現在先教大家一個 就是 這個我要怎麼把這個市子啊 換成解另外一個方程式 那解另外一個方程式 跟解現在這個方程式 他得到的答案會一模一樣 也就我換個講法好了 今天就是 我想要求解 這個就是 我想要求一個方程式的解 那我發現這個方程式啊 這個 我 我 我發現了另外一組方程式 我求這組方程式的解 跟前面那組一模一樣 這兩個問題就叫隊友問題 喔 舉例來說 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這個 一元二次方程式 就是這個 一元一次 就是舉例來說 x加2等於0 這個方程式的對我問題 就是2x加4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兩個式子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問題叫隊友問題 就是 這個 就是我這兩個式解任何一個得到的答案都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 所以我現在要 但是啊當然就是 剛剛那種對我問題的 換法實在是太簡單了 就是 所有係數一起乘2而已嘛 這個太容易了 我們現在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我們要把這個式子轉換成一個 更複雜一點的隊友問題 用一種更特別的說法 做法 好那我們現在 要把這個式子 換成什麼東西 就是 大家看好了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引入一個式 引入一個參數 叫拉格朗日乘數 這個嗎 你 聽 你們有聽 你們不可能有聽過拉格朗日乘數這個東西啊 不過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聽過拉格朗日啊 有嗎 有人點頭啦 拉格朗日是一個 數學家 所以他發展出來的這個 這個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啊 拉格朗日乘數 這個 這個東西齁 我要先跟你們講拉格朗日乘數有什麼特性 好不好 他 你本來想他就是一個未知數 就是等一下我要解了一個未知數這樣 那這個拉格朗日乘數他是跟著Sample 他是跟著Sample的喔 而就每一個Sample要有一個拉格朗日乘數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喔 所以如果我今天每一個我今天的點有100個 我就要100個拉格朗日乘數喔 我們現在來注意一件事情 我現在希望透過引入拉格朗日乘數 把式子做一個簡化 我要怎麼簡化來首先我要先把這個式子 做一個修正這個式子修成下面這個式子 應該沒有任何困難吧 我只是把這個 我只是把這一項移到右邊而已啦 這個兩邊一起相撿他 把這個式子變成這個式子這樣可以吧 這個可以接受喔 好那這個式子 我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式子必然是小於等於0 可以接受喔 他必然是小於等於0 那這個式子什麼時候會等於0 這個式子什麼時候等於0 就跟這裡什麼時候等於1一樣 他在虛線上就等於0 那不在虛線上就必然小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很重要喔 我把這個式子換成這個式子 看起來只是一個簡單的轉換 那 他有一個特性被保留了 這個特性當然是一定保高的 在虛線上的那些點是支持向量對不對 支持向量的 這個方程式他必然就是等於0 那 如果不是支持向量他就必然小於0 好那所以如果我把這個方程式 把這個方程式 乘上一個α 這個α就是我剛剛講的拉格朗式乘數 拉格朗式乘數有個條件 就是α必然是大於等於0 所以一個大於等於0的數字乘上一個 必然小於等於0的數字 他一定是小於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我把整個式子改成 1分之1 wt乘上w 加上 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現在把這兩個式子做一個合併喔 那你要知道右邊這一項 右邊這一項是 必然是小於等於0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這個東西 他最大就是0 他最大就是0 他通常是個負數 他最大就是0 那左邊這個東西呢 我給他的限制 拉格朗式乘數的限制就是他必然是大於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現在我的整個式子 我把這兩次合併 我把拉格朗式乘數 引入進來之後 這兩次合併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式子 這個L 然後我要輸入B W跟A Alpha 我真的是 找自己麻煩了對不對 剛剛要求W跟B就已經很麻煩了 現在怎麼又突然出現一個Alpha呢 而且這個Alpha還是未知數 注意件事情 Alpha是未知數 Alpha是未知數 所以Alpha還是我要求的 好 引入這個東西 他必然是有他的好處 讓我引入他幹什麼 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 他的好處到底是什麼呢 來看著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我的 這是新式子喔 我的優化目標是什麼呢 抱歉 我的優化目標是 首先 我要先讓 右邊 我先要先 在Alpha 大於等於0的前提之下 找一個最大的 數值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的W 我的W跟B 給定任何條件之下 我都希望找出一個Alpha 他最大最大 為什麼 因為Alpha越大 Alpha越大 代表對這個懲罰越大對不對 注意一件事情喔 來這個數字 這是我的約束條件對不對 這是我剛剛的約束條件喔 這個數字他必然是 小於等於0 他什麼時候會等於0 他什麼時候會等於0 我問一下 在虛線上的時候他就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在虛線上的時候 在虛線上的時候 這個Alpha是不是可以很大 因為 這個Alpha再怎麼大 他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 他是小於0的 他不是0 這個Alpha是不是最好就是0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 我就可以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這個式子最大化 是給一個條件 我要找到一組Alpha 讓這個式子最大化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讓這個條件滿足 這樣可以吧 因為這個條件滿足 就等於 只有在虛線上的點 Alpha是大於0的 剩下的 剩下的點 Alpha都是小於0 Alpha都剛好等於0的 這樣可以接受 Alpha不能小於0 Alpha是被我 Alpha這個Lagrant的成數 Lagrant的成數 定義就是他一定要大於0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說 我要在Alpha 每一個Alpha都大於0的條件之下 找出一組Alpha 讓這個最大化 我再強調的是我的命題啊 Alpha大於0的狀況之下 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那因為這個式子旁邊有一項 他必然是小於0的 那我注意哦 我現在只有找Alpha 我沒有找W跟B哦 所以給我任何一個W跟B 我總是希望找出一個Alpha 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那這個式子最大化的關鍵 就在右邊嘛 右邊要讓Alpha最大化 那就是讓在虛線上的點 Alpha是很大的 然後在不在虛線上的點 Alpha就一定要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會發現中間 第一個我要求 這整個是 找到一組Alpha 讓這整個式子最大化的這個條件 就是前面這個約束條件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其實是把那個約束條件藏起來了 藏在這裡 先Maxima這個東西 接著呢 因為我的目標是要最小化這個嘛 對不對 Alpha確定了以後 Alpha確定了以後 在最小化 WB 在最小化WB 在最小化整個式子 找到一組WB 最小化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怎麼又來了 剛剛來來來來 最前面的時候我們不是出現一個問題嗎 來 看著這裡 所以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先最小化再最大化對不對 那我們 剛剛不就是說這個式子不好解很討厭嗎 結果我們把約束條件藏起來之後 又變回這個式子好討厭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但是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現在 我可以求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吧 我求這個式子的答案 應該跟我求 前面這個式子的答案 應該要一模一樣 這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式子的特點就是 欸注意 阿法 就是阿法一定就是 如果說 不在虛線上的點 阿法必然就是大爾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在虛線上的點 阿法就必然大爾0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 我們這個式子隱含的條件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你發現一件事情 阿法大於0 就代表那個點在線上 虛線上 那虛線是什麼 虛線不就是 支持向量 要在上面的線嗎 欸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式子 換成這個方式以後 我找出來的 我找出來 我等一下求出來的那個阿法 我只要發現那個點的阿法是大爾0的 他就是支持向量 是不是很方便 我本來 我本來要算支持向量在哪裡 有點麻煩對不對 現在支持向量要算出來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阿法大爾0的 等一下我求出來解 阿法大爾0的他就是支持向量 阿法大爾0的他就 直接丟掉答案你會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這個支持向量的 support vector 所以今天我們教的方法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來看一下喔 首先我們要先去了解一下下 來看著喔 我今天要求的式子是這個對不對 我今天要求的式子是這個 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現在要求的式子喔 來我的這個式子 我的這個式子 他是不是必然大於等於這個式子 為什麼 因為 我這邊有個條件喔 他要找一組阿法讓他最大化 那我這樣子 我這樣的條件就是任意阿法 任意阿法 這樣可以吧 任意阿法的條件之下 這個式子是不是必然大於等於這個式子 因為他任意阿法啦 這樣可以接受吧 來看著喔 這個式子是 這個式子是我要求解的式子 這個式子我要讓他最小化 可是這個這個數字他必然大於一組任意的阿法 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著 這個 我們又可以去 那我如果 這個我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那 我在這裡面 我在這裡面 因為任意組阿法 在任意組阿法應該都滿足這個方程式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 我這個式子比他一定是比他大的 對不對 好 可是那我現在 任意一組阿法這個式子都滿足 那我先找到這個 再找一組最大的阿法 他是不是這個式子還是滿足阿 這頂多就是等於阿 因為這個式子他必然大於等於他 如果同意這個條件的話 這個 跟這個 就是我先求這個 再給他Maxima 應該 這個式子還是會同意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 A這個 我現在有一個A式 他必然比B來得更大 我在一堆B裡面找一個最大的 他還是大於等於他嘛 頂多就是等於了 就這樣而已 這樣可以吧 所以從 這個式子 然後我推得 先最大值阿法 再最小值 WB 和先最小值WB 再最大值阿法 這兩個式子 必然是 這個式子 比這個式子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左邊這個式子的數值 必然是比這個來得大 可是 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阿 請問一下這個式子 我在球的時候 我是不是希望他越小越好 我希望這個式子越小越好 他最小的那個地方 剛好就等於他最大的地方 所以這兩次阿 我在求這個答案的時候 因為我要求他的最小化 我不是任一條 不是任一個我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求他的最小阿 然後我剛好要求他的最大 他們兩個什麼時候 他的最小 他什麼時候會最小 然後他什麼時候會最大 他們兩個相等的時候就會最大 他們兩個相等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現在有一堆A A是一堆數字 B也是一堆數字 那我發現A剛好大於等於B A裡面的所有數字都大於等於B 我要求A的最小值 我要把A最小的A拿出來 因為這是我的求解目標 對不對 我要找一個最大的B 因為這也是我的求解目標 那這個A跟B就會等於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注意喔 因為我的條件是大於等於 我的條件不是大於 是大於等於 所以這兩個式子 我們把這兩個式子 叫做對偶問題 我求左邊這個式子 跟我求右邊這個式子 那是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欸 那我推倒了半天 來來來 我看我到底幹了多少蠢事啊 我首先 我這個問題已經很靠北了 對不對 結果我把這個式子 換成一個更討人厭的式子 然後我說我們要求 先求最大再求最小 結果我現在又告訴你說 欸 抱歉 我要求的是 先求最小再求最大 你有沒有覺得我在找大家麻煩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現在 想要 可是我根本講喔 這個心事就是 我要解的四周 這個心事是我要解的四周 我現在要好好求他囉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先求 先求 alpha再求WB 跟先求WB再求 alpha 那憑什麼我要互換 互換的原因是什麼 來互換的原因再下一個 互換的原因再下一個 互換的原因再下一個 如果我現在 要先求 W跟B的話 因為 alpha數字很多啦 對不對 我要先求WB的話 欸 我WB什麼時候會有幾值啊 因為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本身是沒有約束條件的喔 也不是說沒有約束條件 是約束條件被我藏在最小值跟最大值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現在想要求W跟B的話 欸 我們可以用微分球欸 注意一件事情 剛剛我在求二次規劃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微分 因為微分 我要用微分球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是 我可能要用T度線上法球或什麼 因為有約束條件 所以我不能用微分球啊 這樣可以 可是現在有約束條件被我藏起來了啊 我是不是可以用微分球了 所以我現在想要求 這個式子在什麼條件之下 會 它的B跟W是有最小值的 我是不是可以用微分球 所以我把順序交換是有道理的 我剛剛 如果是用 我現在如果要求的是這個式子 那我要先求 alpha的 極值在哪裡 那 alpha極值我可不可以用微分球 欸 比較困難 因為 alpha每一個點都有一個 alpha 對不對 所以 alpha的數目是不固定的 可是W跟B的數目是固定的 WB就是 這個跟你的 就是跟你的平面 就是W固定就是兩個數字嘛 對不對 B就固定一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到目前為止你就發現了 欸 我現在可以對這個式子求 B的偏微分跟W的偏微分 這樣知道為什麼我要把B跟W分開了 來看著 這個式子 我把它全部展開 是變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上面跟下面完全相等 這只是乘開而已喔 這一點高升的數學都沒有 這只是把它乘開而已喔 對這個式子求 B的偏微分 對這個式子求B的偏微分 欸 常數項直接捨去 常數項直接捨去 欸 這個部分 常數項直接捨去 是不是只留下這個 只留下這個 啊 B alpha alpha i 乘以y 是不是它的係數 所以 alpha alpha i 乘以y 加上負號 這是不是它的係數 它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0的時候 Beta 這是第一個我要的式子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對Beta求偏微分 那我是不是得到了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要滿足喔 這個式子 如果這個式子不滿足的話 那我一定不是求到Beta的極值 如果我求到了Beta極值 這個式子一定會滿足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式子 那我對W求偏微分 那W求偏微分 這個W是不是要留下一個 那本來是平方向嘛 那W平方2 2下來跟這個約掉 所以剩一個W 這樣可以接受吧 剩一個W W減掉 這又是長處向去掉 這個又是長處向去掉 alpha y 乘以x alpha y 乘以x 留下來對不對 減掉alpha y 乘以x 留下來 變成W減掉 alpha xy 乘以x sigma 起來 等於0 這兩式子 這兩式子 成立 這兩式子成立代表是 W跟B是極值 WB是極值的時候 這兩式子就會成立 那這兩條重要的關係式是什麼 注意喔 這兩條重要的關係式就是 alpha xy 必然是等於0 alpha xy 我把它全部累加起來 都必然是0 第二個重要的關係式就是 W 它就是等於 alpha xy x 這個關係式非常的重要喔 這個關係式在說明 如果可以求出alpha 其實我不需要求出 我不需要求出W跟B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們重整一下原來的式子 來 原來的式子是這個樣子 這是本來的式子喔 然後 我把它全部盛開之後長這個樣子 這可以接受 再全部成開之後長這個式子 我只是把W往前移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等於這個式子 我把B也往前移了 這樣可以吧 因為 alpha xy y等於0 這是我剛前面得到的提示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alpha xy給去掉 這是不是0 這個是不是可以去掉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 W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W給換掉 這個東西它是不是就是W啊 它就是W啊 因為我剛求出來的式子啊 如果這個式子要成立 這個式子要被解出來的時候 W跟B鐵定是要極值嘛 那WB 是極值的狀況下 這兩個式子會滿足嘛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兩個式子來化檢 這兩個關係是來化檢這個式子 你發現 欸 這個是不是可以換成W 欸 是不是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 欸 那這樣子我這兩項是不是可以合併啊 變成-1 2 2分之1 2分之1的這個W 平方 減掉W平方 那就是-2分之1的 W向的內積嘛 對不對 然後加上 α 加上拉個人2乘數的累加 欸 W是不是可以換掉 W W不就是等於這個東西嗎 W是不是可以換掉 喔 所以變成 W乘上W 那就變成 α乘α Y乘Y X乘X 全部累加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的新式子 我算了半天 你發現了什麼 W不見啦 W跟B都不見啦 欸 等一下 都不見了這不是重點 因為反正等一下 我想要求出W也不會很難啊 因為等一下我就有式子可以幫我求出來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 現在我的這個原式 這個式子裡面 居然沒有W跟B啦 居然只有這個式子啊 那這個式子 來注意件事情 我剛剛在求W跟B的最小值嘛 對不對 WB的最小值一定會滿足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我現在要求α 我要找一組α 讓這個最大 對吧 我要找一組式子 一組α 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這是我求解的目標 可以接受吧 到這裡為止啊 這個 你應該 理論上你要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剛講每句話都很有道理 可是 到這裡 你會覺得 怎麼式子已經長這個樣子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的話 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每一個過程我都是嚴格的 講得非常非常具體 你如果真的不行 就回去看一下影片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式子要最大化 那我要有什麼條件 來 我的條件是 我要最大化這個式子 那我是不是就最小化 我加個負號 最小化這個式子減掉它 這樣可以接受吧 注意哦 隱含還是有隱含條件哦 隱含條件是 這個 α乘上Y的累加必然要等於0 並且還不止一個條件 並且所有的α都要大於等於0 我現在把式子改成這個樣子 這是他的隊友問題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隊友問題 我現在想要求這個式子 跟這個 然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求這個式子的最小化 那我就可以求出一組R法 可以接受吧 來 我們跟二次規劃的問題比較一下 這下麻煩了 因為我有兩個條件 我要怎麼把兩個條件藏起來 藏在這個式子裡面 看著哦 來 B 還是一樣 B本來是 本來的B 求的是B跟W對不對 現在變成求α1 α2 α3 α4 因為我的樣本就四個 所以就求α1 α2 α3 α4 那我的低矩正 我的低矩正變成 因為注意哦 α要乘上X跟乘上Y 而且是XXYY 所以我的α 我的低矩正變成了 YYT乘上XXT 變成長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我的B 我的B乘上這個 再乘上B 那就會等於 這一大串 這樣可以接受吧 減掉 減掉 Sigmaα 所以減掉 1乘上α 那這樣是不是就減掉α 這樣可以接受吧 減掉1乘上α 所以注意哦 我現在二次規劃方程式裡面 我的低矩正變成這個樣子 我的 B向量 D向量 變成的全部都是1 好注意 subject to 這個限制條件 A變成了兩組限制條件 第一組限制條件是 Y1 Y2 Y3 Y4乘上β 他累加起來要大2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被我藏在這裡 被我藏在第一個 矩正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二個條件是 所有的α都要大於0 對不對 α1 大於0 α2 大於0 α3 大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有的A矩正變成這個樣子 B0變成這個樣子 B0向量變成這個樣子 我現在揮倒了半天 我又可以用二次規劃求解 就是 我把四字改成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要用二次規劃求解 看著我怎麼解答 來注意 一樣 好來看著 我現在我的第一矩正 注意我的第一矩正 我的第一矩正 變成Y乘上TY 再乘上X乘上TX 我的第一矩正 變成了這個樣子 我的第一矩正 注意一下我的第一矩正是什麼 我的第一矩正是這個東西 好來 那我的A矩正呢 我的A矩正變成了 Y1 Y2 Y3 Y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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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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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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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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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0的那些點就是不在虛線上 他 alpha 就必然要等於0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現在用拉格朗的陳述 求出來拉格朗的陳述他可以有一些訊息 他的訊息就是告訴我哪些地方是 support vector 接著注意件事情 來我現在要求 w 啦 w就等於 alpha y x sigma 起來 這個是我剛前面得到的式子嘛對不對 那 b 呢 b 就是 yi 減掉 wt 乘上 xi 這是什麼意思來看著 這個 b 這個式子是我剛前面求條件的時候 是不是有這個式子 有這個式子可以接著這個 這個式子你應該沒有忘記吧 這是我剛約束條件對不對 我的約束條件什麼 你大於等於1這個沒有辦法求拉 可是這個式子什麼時候會滿足這個式子 alpha 大二零的時候就是支持向量 支持向量剛好在線上對不對 剛好在線上就等於1的時候嘛 剛好在線上的點是不是就等於1的時候 所以我可以把所有 注意件事情所有的支持向量 他應該都可以求出這一條式 所以我任選一條支持向量 他應該我都可以把他帶進去 w 帶進去w跟x 那我就可以得到b嘛 所以我的b 我的b 就等於我把他換成 我的b就等於來 兩邊一起 兩邊一起除y 那除y 那除y 注意件事 y 這邊是不是變成y分之1 可是y 一定是正1或負1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寫y沒有問題 wt wx加b等於y 這個式子還是成立對吧 可以接受 因為y 這應該照道理是y分之1 可是y一定是正負1 所以我可不可以直接等於y可以嗎 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好 那接著我就只是把wt wx 把它往右邊移而已 這樣可以就 所有的支持向量任選一條 任選一個支持向量 都可以滿足這個方程式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現在可以求 我現在給我α 我就可以求w也可以求b了 怎麼求呢 來站這裡 好 好 我首先 來看著我的w0就是1 w1就是-1 w2就是1 怎麼求呢 用這個方程式去求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現在一定覺得我在找你麻煩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等一下我們用套件 做support 我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教你們使用正常那些 比較很簡單可以馬上用那個套件 對不對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是套件 求出來答案是Lagrand的常數 不是給你w跟b 你可能會很疑惑啊 套件搞得這麼麻煩 你可能會很疑惑啊 等到我上支持向量任機 第四個小時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套件要給你Lagrand的乘數 不要給你w跟b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好那現在w跟b 那我都求出來了 正1-1跟正1了 那我後面都不用給了 好不好 反正他就是答案了嘛 好轉換 成對我問題之後 還有一個神奇的事情 剛剛不是有一個不可分割的那個線嗎 剛剛不是有一個不可分割的Sample嗎 剛剛不是有一個不可分割Sample在這裡嗎 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轉換成對我問題之後啊 我們看我們可不可以求出Lagrand的常數 我們看能不能求出Lagrand的乘數 太誇張了他居然算得出來 他居然可以得到一堆Lagrand的乘數 對不對 接著咧 那當然有Lagrand的乘數 我當然就可以求出coefficient 這樣可以吧 欸 居然 我現在可以用 我居然現在可以畫出一條線了 我把它轉成對我問題之後 本來沒辦法完美線性分割的問題 我現在居然找得到一條線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個過程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剛剛的數學推導是不允許這件事情發生的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把問題換成對我問題之後 他可以做 無法完美分割的解 這個只是一個湊巧 至於他為什麼這麼湊巧 我在下一節課的時候我才會講 我才數學上嚴格的去跟你推導 原來 我現在轉成對我問題之後 他的擴展是比較簡單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記住這個結果 下節課我們會介紹 軟邊界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什麼叫軟邊界 就是他不用每個 他不用每一個點都滿足 都不用滿足什麼 都在虛線上 他可以違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現在教你們用套件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這個自己寫函數對學習原理很有幫助 但是問題是 這個我們應該要還是要學習一下套件 只是我告訴你們的是套件給出來 為什麼我剛求解決了這麼久 是因為套件給的答案不是係數 我們今天求現金回歸的時候 套件給你的答案就是係數了對不對 beta0跟beta1是多少 套件直接就給你了對不對 可是啊 你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用svm這個函數 給出來的答案是 Lagrant乘數 不是係數 所以你必須要經過剛剛全部的推導過程 你才會知道怎麼用Lagrant乘數 得到係數 至於為什麼會那麼麻煩 一樣 下一節課再跟你們講 好來一樣 在我們最簡單的sample裡面 我們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得到之後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看不懂是什麼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sv 它裡面的sv就是支持向量 支持向量只有三個點喔 不是每個點都是支持向量喔 支持向量就是在邊界上的點對不對 接下來 這個coefficient就是Lagrant乘數 注意這不是 這不是 那個係數喔 這是Lagrant乘數 這個算出來的這個數字 跟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一模一樣 只是它把0的捨去了 因為0的那個點 不是 支持向量 這樣可以吧 跟支持向量有關的在這裡 好接著 roll 是 負的結局向 至於結局向怎麼球 也沒有那麼難球啦 你要直接用它的答案 你可以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就可以用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w了 對不對 我可以透過這個函數 我去把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w了 好w0 是1 w1 負1 w2 正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怎麼球呢 我用剛剛的那個 剛剛的那個 方程式去球的 這樣可以吧 我用前面這個推導 這個式去球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這樣當然就可以畫 分割邊界了啦 好不好 那這個我就不demo了 那 注意一件事情 我可以用 垂直距離來畫RSE curve 好那我們來試著用不同的資料好了 好我現在把X1跟Y2 X2 改成剛剛的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Sample 我再做一次 欸這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可以幫助我們 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一組 W0 W1 W2嘛對不對 然後他可以 拿來畫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用Predict這個函數啊 你可以拿來預測新的資料 注意你們真正要學的 你們真正要學的是 得到這個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model 並且知道 如何用Predict函數 你用Predict函數 這個就非常簡單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好然後 我們還可以用內建的函數來畫畫 他的分割邊界在這裡 你直接去Plot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可以得到這個分割邊界 好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欸我現在請你們做練習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 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已經知道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原理 你應該就可以重現函數 Predict的預測結果 怎麼重現呢 你必須先求出 W0 W1 W2 這樣就可以重現 你這樣你就可以重現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Predict函數的結果 如果你Predict給他下一個參數 DecisionValue等於True 那這樣子的話 你得到的就是離那條 實現的多遠 離那條實現有多遠 離那條實現的距離 一定就是他 離的越近 他一定就是越靠近分割邊界 越靠近分割邊界 他理論上就會越不肯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你必須要先得到W Vector 才有可能會 有辦法去Predict出答案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現在在這邊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好不好 我在這邊直接把答案給你們講 但是我留些時間給你們練習 我得到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Model之後 我的重點是 我有得到了一堆Lagran的乘數 而且你們發現什麼事情 這個 剛剛有一堆Sample對不對 他跟Support Vector有關的只有這些 只有四個點是Support Vector 那我求出來的W0 W1 分別是這些數字 那我Predict的值 其實就是 W1乘上5 5就是我剛剛給的這個數字 5跟4 W1乘上5加W2乘上4加W0 我算出來這個答案 其實就是他給出來的Decision Value 這個Decision Value 就是離那條黑色的實線有多遠 好我想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求解到這裡為止 你需要學到什麼東西呢 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能夠解決的問題 是完美分割問題 完美分割問題 代表所有的點 都要滿足這個條件 你會說剛剛沒有完美分割 我一樣解的出來 抱歉那個下一節課我才會去講 你知道軟邊界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今天解出來只是臭窍 下一節課我會告訴你們 嚴格的證明過程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你學到的仍然是線性的支持向量機 你沒有學到非線性的 好那你現在要知道一件事情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個函數 他解出來的其實是拉克朗的乘數 這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的是 其實現在大家要做支持向量機 不會有人用前一個問題的版本去求解 大家都是用後面那個版本 那至於為什麼大家要搞得那麼複雜 我下一節課會好好跟你們解釋 但你們今天要了解的事情是 我今天希望你們 回家以後 你們可以完全了解 我今天要求的柿子 是長成這個樣子 我求這個柿子 等於求 等於求 這個柿子 等於求這個柿子 等於求這個柿子 這樣可以 這個柿子 等於 這個柿子 你們可能會 我剛剛講的半天 我就實際上 希望你告訴 你知道 這個柿子等於前面那個柿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下一節課 我會告訴你們這個柿子 到底有多麼神奇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從那個柿子推到這個柿子 是有 是到時候是可以讓我們得到收益 這樣可以了 好我今天上課 基本上要上到這裡 我會來留一些時間 給你們練習一下 使用 SVM這個函數 你至少要學會使用Predict這個函數吧 這樣可以接受 model 預測完之後存下來 會使用Predict這個函數 這是你們基本的要求 那如果你進階一點 就是把 剛剛那個 是最原始的柿子跟 最後這個柿子 他們中間的linkage 你要可以去掌握 這樣可以吧 下節課 我會繼續利用那個linkage 然後我會based on 那個後面那個柿子繼續擴展 你就會發現後面那個柿子有多神奇 好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